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新疆的作者李娟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做文学方面的探讨 出版方希望我谈论一下关于在中国文化边缘的西部文化背景的创作独特性的话题 由于我不擅长演讲就提前写了一份演讲稿 照着读 说到独特 如果说我的写作会被读者和评论家认为独特的话 我第一反应会觉得应该是指创作题材方面的独特 我的文字大多是以我生活的地方为背景 荒野深处的平级闭塞的村庄 古老的艰辛的游牧生产方式 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 所面临的外部文化冲击 这些我所熟知的一切对于外面世界的人们来说 是遥远陌生而富有魅力的 但是在想想可能也并不只是这样 我生活写作的地方虽然偏远 从这里传向世界的声音也非常微小 但是为它发声的写作者也有不少 介绍这片大地和人群的文字也堆积如山 比起我来 它们中相当一部分可能更热衷于强调 独特这种东西 它们更急于猎奇 我不认为这是正常的创作 也不觉得这种创作对于边缘写作群体有代表意义 因此要谈论独特应该从写作者本身谈起 从他的态度 他的事业 他的身份 诸如此类 这种探索对我来说 异常艰巨 只好把这个话题的范围缩小 只聊一下我们新疆 近年来的本土创作这一块 首先谈一下我自己的写作 有一个已经过世的前辈 在很多年前对我有一个评论 大一时 李娟的作品有着明亮而非阴暗的底色 关于寂寞的诗有很多 而明亮爽朗之中的无边的寂寞 似乎还没有人写过 这应该是一个独创的境界 这个评论令当时的我好像重新认识了一遍寂寞这个东西 并且重新认识了一遍自己 我记得当时自己想写的并不是寂寞 而是一段和陌生人短暂相处的经历 那段经历 对于年轻时的我 有深刻的触动 却不明所以 也不知道写出了意义何在 却敏锐地捕捉了其中的美好 与激情 欲罢不能 真的我在写的时候并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 直到被读者指出 你写的是寂寞 这篇文章名字叫做 看我拉面的男人 这篇文章写于将近快二十年了 我写作的 我最初写作就是这样 懵然而混沌 凭借一点点表达天分 在文字世界里横冲直撞 但是运气很好 获得了许多前辈和读者的认同 才得以持续成长和改变 是的是改变 我觉得我正是通过不断的改变 才渐渐成为现在的自己 通过不断的否定自己 克服自己 永不改变 是勇气和能力的体现 但是勇于改变 同样也来自可贵的勇气和能力 还有自信 我有许多不自信的地方 但这方面实在是很自信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读者认为我的写作非常节制 认为我的视野是向外部敞开的 少有自我痕迹 比如说少有性别痕迹 总是会令一些人阅读时忽略我的女性身份 可事实上目前为止 我的所有文字都是围绕我的个人经历展开 并且只与个人观察 个人思考有关 如此个人化的写作 却带给读者相反的感受 只能解释为性格方面的原因 是我的性格让我不愿过多的暴露自己 可能也觉得自己打多数的时候实在不知一提吧 以上是我自己对自己写作特点的一些判断 总结起来大致就是 敞亮 开放 节制 然后再谈到我们新疆的作家群体 我觉得我们这里能够被广泛认可的作者 都有一共同特点 文字擅长 以小见大 他们很少寄托大事件 大事业而创作 相当一部分作者都热衷于炮制独特 强调差异的时候 他们却更专注于相同 此地的人们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 都相同的那一部分 相同的欢乐 相同的痛苦 相同的希望 这些讲述者们赋予耐心和希望 心态积极而宽容 同样 在他们笔下 哪怕是寂寞 也处于无边的明朗 也处于在无边的明朗爽朗 明亮爽朗之中 所以这种寂寞并不是我的独创 而是西部作家文字中的普遍存在 新疆的哈萨克女作家伊尔克西 她的作品和她本人一样敏感又温和 她以女性特有的柔弱与固执 关怀本民主的命运转折 新疆作家周涛 语言华美而从容 她总是能将种种纠结 复杂的人的情感 处理得通透而诗意 还有新疆作家刘亮成 她以对各种频繁事物的描写打动读者 她总是从一只虫子 一只虫草写起 在最最细微的角落里 处理最强烈的感知 还有新疆作家董立博 她的魅力在于文字中 对所有普通人的体谅和关怀 像开始所说的那样 为这样一个作家群体的创作特点 溯源是个巨大的课题 但是我还是觉得 规矩于地域原因这个方向是没错的 于是又说回了最开始的判断 除去地域对创作内容的影响 更深刻的影响在于 她对作者本人 也许大概率下 面对什么样的世界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开阔空旷 毫无遮蔽的生存场所 令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敬畏天地和强者 接受自己的平凡 不愿过度沉眠 自我情绪 而更关注外部世界 乐于歌颂与赞美 恶劣的气候平积的土地 艰辛的生活现实 令人们吐泣无效的悲哀 而崇尚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地广人稀 令人们纵视人口数量 依赞互助关系 异于信任陌生人 异于包容外来文化 而落后的交通 闭塞的信息通道 又令人们很难走出惯性 很难走出传统惯性 对于未来心态矛盾 不安而又期待 中国有句老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从这样的人群中 走出来的作家 也一定会打有相关烙印 这就是我的一个 粗暴的总结 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 独特的观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